哈囉大家好,我是Howard 正如標題所說,我被裁員了 沒錯,從去年一直延燒到現在 科技業裁員的風波中 相信這段時間以來 大家已經看到有很多人在YouTube上 和大家分享被裁員的事情 那今天我也成為被事件影響的配角之一了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發生在去年底的時候 到現在上片的時間應該也差不多過了幾個月了 不過我到現在才終於有時間拍片和大家分享 當時這個突如其來的經過 那機會難得 我們就趁這個機會來回頭檢視一下 這個事情到底是怎麼開始和結束的吧 那首先就是我被裁員當天發生的事情 那裁員發生的是在11月6號那天禮拜一的早上 其實就像往常一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徵兆或事前的風聲 那我通常開始上班的時間 通常都差不多是9點左右 所以我通常會在8點半左右起床 然後開始準備一整天的工作 那每天開始上班前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檢查我的calendar 看看有什麼meeting或是待辦的事情要做 而禮拜一大部分的會議 包含就是我跟我manager的one-on-one 通常也不會排在禮拜一的早上 那這也讓大家可以有比較充分的時間 可以準備你接下來一整週要做的事情 可是很意外的 那天我竟然在我的calendar上面 看到有一個9點15分的meeting 而且還是臨時被安排上去的 那當天早上我沒有想太多 想說可能就只是一個臨時的主管安排的會議 但老實說如果在科技的待上一段時間後 有這種臨時的meeting 基本上心裡也多少都有一個底 可能即將會發生什麼事 或是要公布什麼樣子的事情 不過不管怎樣啦 我當時其實也是不以為意 後來加入meeting之後的事情 就像大家想的那樣 一進去就有我的主管 加上了兩個HR人員在會議裡 那HR也就開門見山的告訴我被裁員的事情 那內容大概就是很遺憾 因為最近的市場以及人事上的安排 最終公司只能做出這個不得不的決定 等等之類的這種很自私的廢話 然後HR說完後就換我的manager和我說 感謝我過去為團隊的付出以及貢獻等等之類的 基本上也都是不帶感情的自私的廢話 那講完就說祝我一路順風 Best of luck 然後就先退出meeting了 那在我的manager退出之後 HR就接著和我說 公司會有怎麼樣子的補償方案 以及還有哪些公司的福利能夠使用 那我這邊可以簡單分享一下 就我觀察到大部分加拿大公司 在資遣員工後補償 大概是額外再給你4到8個禮拜的薪水 當作資遣費 那基本上至少都會有4個禮拜 那如果你拿到12個禮拜以上 那基本上已經算是這個非常頂標的規格 額外呢 還有一些員工保險 從解雇的那天開始算起 一個月都可以再繼續使用等等的 總之這個call大概前後就不到20分鐘就完成了 之前的速度很快 而且也不拖泥帶水 那在這個meeting結束之後 公司又會寄了一個合約讓我降讀 你就是被解雇之後應該要遵守的事情 然後要求你在看完之後還要在上面簽名 那當然 為了怕你在外面亂說話 所以要賄賂你 所以簽完名後 公司還會額外再給你一些民意之外的補償 可能就是2到4個禮拜之類的薪水 那這個就看每間公司怎麼設定 小氣一點的基本上就會直接要你簽 然後就叫你直接閉嘴 那我也沒打算跟錢過不去 所以就是拿到2個禮拜 加上前面的4個禮拜 所以總共是6個禮拜的薪水 那這邊可以簡單來談一下 我被裁員後的心態 那在早上被裁員後 有些同事就馬上發訊息關心我 希望我不要太難過 那被裁員的當下 我在一部分的驚訝之餘 我又有一部分的雀躍 那這個雀躍可能還比這個驚訝的還要再多一些 那我先來講驚訝的部分 那儘管在這個大環境之下被裁員的事情是有耳聞 尤其是在科技業 常常可以看到哪一間公司又裁員10% 50% 已經是見怪不怪了 可是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 當下還會覺得有點不太真實 之後呢 接著也很難避免的就是開始自我檢討 在過去和同事或是主管合作的過程中 有沒有什麼地方是自己做得不夠好的 可能是我上次在會議中太安靜嗎 還是我上個project執行的過程中 和主管的想法不同 導致這次裁員中被挑中之類 但是仔細想想 其實在工作期間大部分的時候 都是各自負責各自的project 那主管的角色其實也只是在 technical issues上面提供資源而已 頂多就是每個禮拜one on one 稍微更新一下近況 不然真的就沒有什麼太大的交集 當然各種懷疑或猜測 通常到最後也都不會得到真正的答案 所以再繼續想下去其實也沒什麼意義 所以我就乾脆的索性 很乾脆的就是歸咎在這個大環境的這個因素 那說到被裁員的心情 我其實是更偏向豁然開朗 甚至心想事成的這個感覺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主要是因為有兩個早就計畫好的原因 那第一個就是我在被裁員之前就已經規劃好 我在11月中的時候 要把我一整年累積很久的PTO 要一次放回台灣兩個月 然後再接著過聖誕連假 在台灣跨年 然後過生日等等的 但兩個月之中 畢竟時間很長嘛 所以中間還是有規劃幾個禮拜 需要日夜顛倒的工作來補這個PTO時間不足 那被採運這件事情 某種程度上就幫助我省去了回台灣 要日夜顛倒工作啊 犧牲和家人相處機會的這個時間 那有日夜顛倒過工作的人就知道 時差12個小時 基本上就是你工作到天亮後開始睡覺 睡起來已經是中午或下午了 所以你基本上也不太能安排旅遊 或是外出做太累的事情 所以只能在家裡附近活動而已 然後等到晚餐過後 如果還要和家人或朋友還要繼續hang out的話 你基本上沒辦法 你就只能自己進房間開始工作 反正我就是覺得難得回台灣 可以看到大家 還有這些美食 可是如果還要繼續工作的話 就會覺得很可惜 那這件事情的發生 剛好讓我這兩個月 不僅就是吃飽喝飽睡飽 得到大家的關愛之後 回多倫多量體重 還發現我自己胖了3公斤 基本上就是超級的滋潤 第二個原因是 我在這個工作崗位 大概也快將近兩年的時間 覺得或許是時候可以考慮 接受另一份新工作的挑戰 或是將時間還給自己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像是可能旅遊啊 創業啊 或是進修等等的 總之呢 我原本的計畫是從台灣回多倫多之後 就開始casually的申請新的工作 那如果有遇到好的機會 也會願意挑戰看看 那採員的發生 其實只是加速這些計畫的開始 然後還可以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同時 拿到這些資遣費 其實想一想還是蠻不錯的一件事情 只是事情當然也有它存在的風險 像是如果科技一直保持不景氣 然後我就一直沒有找到新的工作機會 那我緊急資金如果要撐到年底 也會有見底的風險 說到這邊一定有很多人好奇 為什麼科技一天到晚都聽到有人在採員呢 那其實這件事情是有跡可循 在2023年和2024年中 很多公司都開始考慮重組他們公司的業務 然後把他們公司的發展方向 往AI這個方向來投入更多人力資源 導致很多公司開始考慮 就是他們公司人員的重組計畫 還有發展的方向 像是Google還有Microsoft等等 他們投入了很多資金在AI領域 並且減少人力的成本 來平衡他們的這個財務報表 那截至2023年 全球科技的裁員人數基本上已經超過26萬 在科技的平均每一天就有714個人失去工作 那到了今年2024年後 其實這個情況還沒有停止 像從今年年初到現在 才兩個月的時間 已經有48家大型的科技公司裁員了 那這些公司還包含像是Discord Meta Google等等 這些耳熟能詳的公司 那除了AI發展之外 通常提到有公司裁員的原因 其實很常見的就是以下這兩個 第一個就是經濟衰退 在經濟衰退或是放緩的這個期間 公司會因為要他們的收入減少 導致公司需要降低成本來平衡他們的支出 而科技也是一個就是變動非常大的一個產業 那消費者的喜好也變得非常快 如果說有些公司 他們馬上沒有辦法做出一些立即性的改變的話 那他們只好在採減人力上面來達到平衡的這個支出 第二個就是過度的擴張 其實也呼應到第一個 那有些科技公司在景氣很好的時候 會擴變得很快 希望趕上這些高速發展的機會 可是景氣不好的時候 這些過多的人力又超出了他們可以維持的範圍 所以當市場降溫了 景氣不好了 這些公司可能又要 每個要發很多的薪水給這些員工 造成他們很大的壓力 所以才需要採檢這些員工的人數 所以無論哪一個原因 其實就是公司的規劃 曾經在某一個時間點錯過了這個市場 而導致後續這些裁員的發生 那至於我現在到底在幹嘛 其實自從去年11月被裁員以來 最直接的改變就是自己的時間變多了 那對於在找工作 我還沒有期程著急 我知道很多在美國工作的人 或是持有加拿大PGWP的人 會比較緊張身份的問題 那幸好這些我其實現在來講不用太擔心 那現在我終於有更多的心力和時間 能夠放在我自己經營的project 除了一直都有在經營一個產品的品牌 還有開放oneone的諮詢之外 現在終於能夠花更多的時間 去規劃頻道的內容 那看看我過去品嘗更新的速度就知道 過去實在是太多事情了 那以前從來不敢想像 沒有一份領薪水的正式工作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那沒有朝九晚五工作的這個生活 總是會缺少一份穩定的安全感 所以之前都得等到下班的時間 才有辦法做這些額外的side project 但現在隨時都能做 好像也沒有當初預設的那麼恐慌 但自己同時要更警惕自己不能怠惰去過每一天 不然的話我每天其實都只想打電動打到爆 那最後呢 我想要給這一波在採源當中 被影響到的人們一些建議還有一些鼓勵 科技雖然常被大家認為是薪資以及員工待遇 相較於其他產業更好一些 但同樣的它也面臨的是相對 更經常性被採源的這個風險 那採源何時發生我們很難知道 所以我們要準備好足夠的緊急備用金 來因應不在預期之內的事情發生時 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可以去應付接下來的生活 那通常我們在規劃這筆資金的時候 通常是用六個月的時間比較保險 那除此之外 即使有在工作的情況下 也要持續保持自己的競爭力 採源之前呢 其實我一直都有透過不停的面試一些工作機會 來確保自己的面試技巧 以及technical skill 可以隨時保持在熱機的狀態 那我知道有些人在找工作面試期間會超級緊張 而且是超級超級緊張那種 緊張程度就是到面試官 鏡頭一打開的一瞬間 腦袋就會忽然空白 那有些人會覺得英文非自己的母語 然後面試過程又有太多的不確定性 因為怕自己講太爛 或是解題的時候解不出來很尷尬 所以會造成你很多很緊張的反應 那會緊張會尷尬會不知道說什麼 其實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 比較生疏還有練習不夠的關係 我是過來人 那這些感覺我都能體會 但透過不斷的練習 每次面試前都把這些最常見的問題 或是必問的問題 將答案寫好 然後記熟 那對著鏡子一直用自然的方式去練習 我最高紀錄一個月有八個面試 那每次面試一次都比一次還要好 那面試到後面你就會發現 其實每次的面試問題基本上都大同小異 有時候只是一樣的問題換個方式問而已 那我覺得可以的話 在有工作的情況下 透過面試培養自己面試的經驗 能夠大幅降低你自己對於一份工作的得失心 來確保自己的面試表現順利 那最後呢 我想跟大家說 剛被裁員時可能會有複雜的情緒 那這個情緒可能是摻雜一些崩潰 一些憤怒還有一些的天崩地裂 或者還有一些被背叛的感覺 不過我們只要知道 會有這些感覺其實是很正常的 我們不需要過度去放大自己的情緒 有時候遭遇困難的 我們會不小心太聚焦在這些挫折上面 可是仔細想想 其實我們這麼長的人生當中 我們也不過就是中途發生了一個小插曲 那我在遇到一些挫折或困難的時候 最常用的一個方法就是 將自己的視角給拉高 去看待我在生活上所遭遇的一切不順心的事情 那不知道這樣子說會不會很抽象 其實這個概念呢 就有點像是用第三人稱的視角 從天空往下去檢視自己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所有的困難跟感受 會忽然變得微不足道 因為這個世界還有好多有趣的事情 還有漂亮的事情在外面 那最後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 Stay Healthy Stay Cool And Always Remember You Are Not Alone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